我老公一线挨晚期 他立好遗嘱 财产平分给他的子女 我答应得爽快 我跟李同结婚15年 只有一个女儿晃晃 那这个子女的子 指的自然是他出轨 赵静所生的私生子 李同前脚刚死 我后脚就收回了赵静母子的房子车子 还申请冻结了他的银行卡 公公带着赵静 连同那个私生子一起讨伐我 我真是奇了怪了 李同不是说了吗 财产留给他的子女 可没说留给他的弟弟啊 我老公李同年纪轻轻得了一线癌 然后干脆利落地挂了 临死前 他怕他的私生子没有着落 特意立下了遗嘱 他的财产都留给他的子女 我与他父母不得一分一毫 他们都怕我不同意 怎么会呢 我可太开心了 李同的爸妈和赵静母子也都很开心 李同挂了之后 我们坐在一起商议李同的葬礼怎么办 我肯定不会管出轨的渣男而已 还指望着我给他风光大葬吗 李同的爸妈表示 要省钱给他们的宝贝孙子 自然也不肯多掏钱 赵静七千爱的说 爸妈 我没有工作 小宝还这么小 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这李同爸妈立刻表示 跟死了的儿子相比 还是活着的孙子更重要 于是我们达成一致 葬礼就不办了 目的也不买了 直接拉到火葬场 前后不过三四个小时 李同就化成一把骨灰 骨灰盒也不买 塑料袋一装 骨灰撒在盒里 就这样结束 除了李同妈妈哭得死去活来 大家各回个家都很开心 赵静带着公婆和律师 迫不及待的找到我 需要我配合办理 一系列财产的过户登记 我自然是推三阻四 百般不愿 赵静终于失去了耐心 抱着孩子 带着李同爸妈 闹到我家门口 我很惊讶 李同不是说了吗 他的所有财产 都留给他的子女 这房子车子 当然都是我女儿的呀 你放屁 还有小宝呢 李同妈妈冲上来破口大骂 小宝可是李同的儿子 财产他也有一份 你这是想私吞吗 就是你想私吞 我们也不怕 我手里还有我儿子的遗嘱呢 快点把小宝该得的那份 还给小宝 要不我们就报警 李同爸爸继续一份填音 姐姐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小宝也是李同的儿子 更是李家唯一的男丁啊 小宝拿一份财产 姐姐你是同意了的 怎么李同刚死 你就反悔了呢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母子俩呀 赵静哭哭啼啼 你说是就是 那是不是随便来个人 抱着孩子说是李同的孩子 我就得认下 我毫不客气地反问 姐姐 赵静半捂着嘴 脸上充满不可置信 姐姐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还有别乱叫姐姐 我妈可生不出小三 你在外面乱人妈 你妈知道吗 我继续回呛 高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赵静终于忍不住了 我说错了吗 哪里错了 我故作不知 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还是报警吧 我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 警察终于到了 把我们一行人带去警局调解 他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 说个没完 警察大声喝止安静 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一个说 二我清了清嗓子 警察同志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我老公刚刚病死了 这是我老公的小三 我指着赵静说道 哎 你叫什么来着 赵静张红的脸 喃喃道赵静 哦 赵静 这是我老公的小三 叫赵静 我又大声地郑重启示地说了一遍 赵静的脸更红了 现场的民警 也都忍不住憋着笑打烊着他 我又指着李同的爸妈道 这是我老公的爸爸 这是我老公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 我婆婆怀里这个 据赵静说 是我老公跟赵静的私生子 什么私生子 这是我儿子 也是李同的儿子 赵静立刻冲我大喊 你侮辱我儿子 我要抓花你的脸 赵静说着就要冲我扑过来 我连忙躲到警察身边 我才是李同的老婆 你的儿子可不就是私生子吗 赵静更张哑我找了 却被警察摁着做了回去 我老公临死前 立下了一份遗嘱 他的那一半财产 由他的子女继承 我继续不嫌不淡地说着 可问题是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孩子 是我老公的呀 所以我老公的财产 目前由我和李同的婚生缘 全部继承 警察听完我的话 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 那我儿子呢 爸妈 你们快点告诉警察 小宝可是你们的亲孙子 赵静催促道 李同爸爸立刻开口 警察同志 我们证明 这小宝是我儿子的亲儿子 你看 这小宝长得 跟我是不是很像 我儿子长得就像我 小宝随他爸 李同爸爸一通说 李同妈妈却没吱声 爸 这是不是您孙子 可不是看长相 是看鉴定报告的 你们的是 需要带上证据 去法院解决 你们 警察指着赵静几个 不许再去找高岳女士的麻烦 赵静念念的不敢开口说话 李同爸妈却说 我们可不是去找麻烦 我们是去看孙女 哪条法律规定 爷爷奶奶都能看孙女吗 警察对此也表示无能为力 只能训诫教育几句 就要放我们离开 我连忙表态 警察同志 不是我不配合 只是我老公都已经死了 这也没有证据说 这个孩子就是我老公的呀 我悠悠的说 这样吧 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只要这个孩子是我老公的 我就按一处分财产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摊开双手 无奈道 李同都已经死了 我怎么做亲子鉴定 赵静立刻炸了毛 李同死了不假 可是爸这不是还活着吗 祖孙之间 也可以鉴定哪 我立刻接话 赵静想都没想 立刻拒绝 不行 为什么要鉴定 我跟李同在一起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鉴定 这是对我的侮辱 李同妈妈 去上前一步 你说话算话 妈你要是不信 我们可以签一份合同 只要孩子是李同的 我绝无二话 李同妈妈爽快地 跟我签了合同 完全不顾赵静 和李同爸爸的阻拦 三出了警局 我挽着李同妈妈 走在前面 妈 不是我不配合 李同已经不在了 咱们总要保证 小宝是李同的种 才能给财产啊 您说是不是 我好言好语劝道 而且这话我来说 这个恶人我来做 总比您跟爸 开口合适对不对 以后就算小宝长大了 知道这件事 也不会跟您 和爸有隔阂呀 嗯 我实在太善解人意了 李同妈妈听得连连点头 还是挑着眉毛跟我说 李同生前确实对不起你 但是他已经死了 留下晃晃小宝姐弟两个 晃晃有你我不担心 可赵静却是个小三 是个靠不住的 我也得为李家 这唯一的孙子打算 李同妈妈苦口婆心地劝着我 你也不用愤愤不平 按理说 李同不在了 我跟他爸都应该拿一份 现在就当我们那份 给了小宝就行了 我顺从地点点头 妈 不是我多薪 我只是不太明白 只要鉴定一下 就能拿到那么多财产 可是刚才我犹犹豫豫 似乎终于下定决心一般 继续开口 赵静怎么就那么不愿意呢 我说完还回头看了看 走在后面的赵静母子 和李同爸爸 赵静抱着小宝 跟李同爸爸并肩走在一起 李同爸爸动弄着小宝 两人还时不时相识一笑 嘖嘖 看起来还真有那么几分和谐 李同妈妈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立刻警觉起来 拧着眉毛思索着 我借故赶紧开溜 估计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们没空来找我麻烦了 不过想想 赵静住着180平的大平层 我内心还是很不爽啊 律师查到 这套房子虽然在赵静名下 却是两年前李同买下来送给他的 赵静名下的宝马车也是这样 律师建议 我查一下李同生前的账目流水 完全可以以追回婚内财产的名义 把失去的都夺回来 这个建议真是甚合我意啊 不查不要紧 一查吓一跳 李同前前后后送给赵静的财产 有两千多万 而且赵静手里还拿着李同的一张卡 每天都不停地刷刷刷 我拿着这些证据乐的前仰后合 哎 这可都是李同留给我的财产啊 律师问要不要现在起诉 这有什么好问的 当然要啊 赶紧起诉 先把房子和卡拿回来 别的暂时不重要 我冲了律师连连白手 兴奋地手舞足蹈 很快 法院以争议财产的名义 查封了赵静住的房子 以及赵静手上那张余不菲的银行卡 赵静再一次抱着孩子 出现在我家门口 破口大骂 我直接请物业把他撵走 赵静原本继续在小区门口骂骂咧咧 我拿起电话 打给李同他妈 妈 赵静抱着小宝 在小区门口骂我呢 骂我两句我倒是没什么 可是这天还地动的 小宝还那么小 要是冻坏了 可怎么办啊 李同妈妈非快赶来 把他们母子两个带回去 听说 还把赵静狠狠地骂李顿 李同妈妈 很快又回来了 高远 你为什么让法院查封 小宝他们的房子 李同妈妈一进门就大声质问 妈 您听我妈妈给您说 我连忙把他请进来 李同说了 财产是留给孩子的 可是那套180平的大平层 可是在赵静名下呢 在赵静名下怎么了 我只问你为什么 把他们母子赶出去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李同妈妈依旧怒不可遏 妈 这在小宝名下和在赵静名下 可是两回事啊 赵静那么年轻 万一在家 看着李同妈妈脸色变了 我赶紧再接再厉 而且我都在派出所签了合同了 只要小宝是李同的儿子 我立刻把房子还给小宝 但是我如果不把这些财产追回来 赵静万一起点什么小心思 您说是不是 李同妈妈被我 三言两语圈的脸色缓和不少 那现在他们娘俩怎么安置 我看你这宽敞 要不让他们先过来住几天 我看你把晃晃交得很好 顺带你也都带在小宝 赵静我看是个关分的 早晚都得走 你就当提前跟小宝熟悉着 以后也好上手 这一番话把我雷的外焦里嫩 我死了的老公的妈 要把他儿子生前的小三和私生子 塞到我家里来住 看样子 等小三跑了 我还得替我死了的老公 继续照顾他的私生子女的班 恐怕都培养不出来这种典范吧 妈 我平时工作忙 照顾晃晃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不去您接他们娘两个过去 这样您还能看着他们 要是赵静偷偷把小宝带走了 您的大孙子 可就我不断添油家伙 李同妈妈蹭了一下站起来 不行 我得回去看着那小妖精 别把我大孙子拐跑了 李同妈妈脚步匆匆往外赶 我拦都拦不住 只能追在后面喊妈 别忘了亲子鉴定 别忘了亲子鉴定哪 似李同妈妈走了后 我翻出手机 打开他家的监控 说起来 这还是李同装的 生怕他爸妈年纪大了 摔得碰了 他不知道 李同爸爸说非常不习惯 所以李同把监控装在 相对比较隐蔽的位置 对他爸谎称差了 如今 他给我提供了便利 我越想越觉得 赵静跟李同爸爸不清楚 当初我求子多年 最后还是靠试管 才有了晃晃 医生说过 李同有严重的少经症 极难自然怀孕 赵静却说 自己是自然怀孕的 还说我没福气 才会当初那么艰难 若说小宝不是李同的 却又跟李同长得那么像 会不会劈劈李同妈妈 把赵静带回去 也许我能发现点什么 监控里 李同妈妈抱着小宝 带着赵静回到家 李同爸爸赶紧迎接出来 李同妈妈抱着小宝往里走 李同爸爸却落在后面 趁着李同妈妈不注意 手直接放到赵静的腰上妈撒着 我看着这火热的一幕 内心大喊一声果然如此 我就是当代福尔摩斯 赶紧保存下来 赵静在李同父母家住了下来 洗衣做饭 擦地刷碗 尽快地不得了 狠狠讨了李同妈妈的关系 尽管如此 李同妈还是妈嘱咐李同爸爸 让他看好小宝 别被赵静偷偷抱走了 李同爸爸皱着眉头训斥 静静是小宝的妈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李同妈妈看起来 倒是没有怀疑 赵静跟李同爸爸有什么关系 看来那天在派出所 我的提示白费了 我得再提醒提醒他才行吗 爸 我是高月 小宝的亲子鉴定做了吗 做好了 我们就去法院办手续 我特意趁着李同妈妈 在家的时候 打给李同爸爸 高月啊 我看着亲子鉴定就不用做了 小宝那张脸 跟李同一模一样 除了李同 谁还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李同爸爸自顾自应付着我 爸 这事上啊 没关系的两个人 还奈长的一模一样呢 何况小孩子都长得差不多 咱们还是确定定下比较好 你说是不是 我继续寻寻善诱 李同爸爸又言不尽 我说不用就不用 你抽个时间 我们商议一下 哪些该给小宝就行了 我接着发信息给李同妈妈 妈 赵静为什么还不去做鉴定呢 我刚刚打给爸 他也不愿意做亲子鉴定是怎么回事 这外面生的孩子 还是确定下比较好 弱大家产 要是白白送给别人 多对不起李同的在天之灵 妈 要是爸不愿意 你跟小宝做鉴定也行 只要三根带毛囊的头发就可以 鉴定中心也很好找的 本事就有好几家 妈 尽快做鉴定 我也好尽快把小宝该得的那份 给他落在名下 发信息把手机丢在一边 哎 我真是贤惠啊 也不知道能不能说 动老太太赶紧去做亲子鉴定 我实在太希望这件事赶紧结束了 结果 亲子鉴定的是 八字还没一撇 我就从监控里看到 李同爸妈家鸡飞狗跳的一幕 我李同妈妈跳广场舞回到家 却发现李同爸爸跟赵静滚到了一起 抓现行抓的 不前不后 正堵在床上 一对赤身裸体的野鸳鸯 从卧室跑到客厅 又从客厅跑到卧室 当然 卧室里面我肯定是看不到的 结果就是 李同爸爸被暴走一顿 而赵静却被赤身裸体赶出了家门 这种好戏不能不看 我火速从家里赶过去 正好看到赵静瑟瑟发抖的蹲在遍体间 一丝不挂 哎呀 这是怎么了 我故作惊讶 赵静看到我羞愤致死 你怎么来了 我拎着水果的手抬了抬 我来看看爸妈 眼神在顺着赵静 从头到脚晃一圈 你原来有这爱好 呵呵 挺与众不同的 妈 我来看你们了 我扬着嗓子喊 李同妈妈给我开门 顺带把赵静的行李扔出来 中气十足的喊一声滚 家里这是招贼了 看着李同父母家混乱的现场 我假作惊恶 李同爸妈一声不吭 对我也没个好脸色 我心下失望的厉害 怎么也不跟我八卦一下 我中大老远跑来一趟容易吗 李同妈妈还是挺能忍的 我佩服 既然没有热闹可以看 略做了做 我就借口告辞了 我刚走出单元门 李同爸爸也出来了 还拎着行李 唉 早知道这么没意思 我还不如窝在家里看监控了 回到家 赶紧把监控调出来再看看 精彩的 我一点都没看到 可怎么行 转过天 李同爸爸又来找我 高月啊 你带好证件跟我走一趟 我们去把小宝的财产过户办一下 七 真不要脸 我拒绝 爸 跟您说过了 这个需要等小宝的亲子鉴定出来 再做处理 您放心 我绝对不委屈小宝一分一毫 李同爸爸眉毛跳得欢快 继续跟我商量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 别等亲子鉴定了 赵紧说了 你只要把小宝之前住的房子 和那张李同留给他们娘俩的卡币小宝就行了 这样你可占了大便宜啊 我装作被诱惑的样子 犹豫不决 这个 我得跟妈商量一下 我吞吞吐吐的说 商量什么 有什么好商量的 就这么定了 李同爸爸看到我有所动摇 立刻拍板决定 好吧 爸 您等我一下 我去拿包 趁着拿包的空隙 我赶紧给李同妈妈打电话 告诉他 赵紧决定放弃大部分遗产 爸也同意了 我们马上一起去公正处 什么 你要吞掉我孙子的大部分财产 李同妈妈这一嗓子 喊得我耳膜都疼了 妈 您这话是怎么说的 是赵紧自己放弃的 只要不做亲子鉴定 他就放弃大部分财产 怎么能说是我吞掉呢 我不紧不慢地反驳 不过也真是奇怪 小宝长得那么像李同 怎么赵紧就是死活 不愿意做鉴定呢 我继续添有加醋 不愿意做鉴定 电话那边 李同妈妈反复嘟囔着 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月雨 你先别着急走 你等着 妈妈上到你那里 说爸就挂了电话 我也吐出一口气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 怎么李同一家都不长脑子的吗 六李同妈妈 疯疯活活地赶过来 李健刚 你为什么不敢做亲子鉴定 进门就是一句质问 连带着一巴掌 甩到李同爸爸脸上 声音真响 听着都觉得塞帮子头 李同爸爸捂着脸 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 李同妈妈健壮 又是一巴掌瞅过去 则 场面太劲爆了 小宝 是不是你儿子 哈 李同妈妈终于问出来了 不是不是 小宝是李同的儿子 我们的孙子 李同爸爸赶紧大喊 李同妈妈冲进厨房 拿着一把水果刀出来 指着李同爸爸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弄死你 李同爸爸抱着脑袋 瑟瑟发抖 没骗你 真没骗你 小宝是李同的儿子 我见状赶紧报警 毕竟 闹出人命 我可担待不起 我只是想看个热闹而已 警察来得飞快 我们又被带去派出所 有个警官还记得我 是你呀 你家务事解决完了吗 怎么又来了 这是你公婆吧 我点点头 快人快语到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呀 我婆婆拿着刀问公公 我老公的那个私生子 是不是我公公的 呸 说起来真够绕嘴的 警官琢磨了一会儿 搞明白我到底说了些什么 大大的压了 扭头走了 哎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跟同事八卦一下 调解室理 警察问到底怎么回事 李同妈妈从昨天 把公公和赵静堵在床上 到今天 公公去找我要李同的遗产 字字细细说了一遍 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我不止下问 赵静 不是我老公的小情人吗 没人回答我 妈 您说赵静跟爸滚到一起去了 李同妈妈依旧不理我 所以 爸 您在自己亲儿子刚刚死后 睡了他的心甘情人 李同爸爸愤愤瞪着我 警官 这么说来 就是我刚死的老公 跟我公公 共用一个情人 警察看着我夸张的表情 努力憋着笑 也顾不上回答我 好吧 放弃了 问了一圈 也没得搭理我的 不过大家印象深刻就行了 我安静下来 李同妈妈去火力全开 李健刚 你说 小宝到底是谁的儿子 若是我们孙子 为什么你跟赵静 死活不去做亲子鉴定 为什么赵静放弃 大部分遗产 也不去做鉴定 你对我说清楚 李同爸爸满脸通红 做也不是战也不是 我决定继续不止瞎问一下 啊 我明白了 原来不做亲子鉴定 是因为小宝不是李同的儿子吗 那李同跟小宝 怎么会长得那么像呢 李同妈妈再也忍不住 吼了出来 因为小宝跟李同 可能是兄弟 谢听谢地 终于有人理我了 话不能掉到地上 我赶紧附和队哦 小宝可能是李同的弟弟啊 可是 李同知道这件事吗 要不 把赵静找来 咱们先问问 我心情愉悦地提示 需要先来开个证明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我愉快地回答 话音刚落 赵静就出现在门头 她的声音里 带着显而易见的兴奋 高月姐 我们什么时候去办过户 气我连忙热情地把她拉过来 过户不及 来来来 刚才爸说你是她的小情人 而且昨天被妈堵在床上了 赵静脸色一致 妈还说 小宝其实是李同的弟弟 不是李同的儿子呢 我再接再厉 赵静的脸色惨白了一分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你是先跟爸好上的 还是先跟我老公好上的 赵静的脸色更白了 还有就是 到底小宝是谁的儿子 我眼睛抱着星星灼灼地 看着赵静 很认真的期待着他的回答 赵静彻底坐不住了 摊在椅子上 李同爸爸突然喊道 就算我跟赵静有私情 也改变不了 小宝是我孙子的事实 要不然 我儿子怎么可能留钱给小宝 小宝是不是他儿子 他还能不知道吗 赵静仿佛被提醒了 咬着嘴唇说 小宝就是李同的儿子 我不解的问 那你为什么不肯做亲子鉴定呢 赵静想了想说 因为不想小宝被人非议 我知道我品行不好 但是不想让小宝被人指指点点 哪怕少拿点钱 也比小宝被人指点议论好太多了 嘖 我都快信了 赵静继续说 我跟 抬眼看了看李同爸爸 我跟他只有昨天一次 就是脑子昏了头 小宝 确实是李同的儿子 李同爸爸文言松了一口气 我怎么能让他这口气松下去呢 即便如此 还是要做亲子鉴定呢 李同爸爸急急地说赵静 都同意财产让步了 你怎么还是没完没了的 非得让我孙子被人非议吗 我呵呵一笑 反正 要不就做亲子鉴定 要不就放弃全部财产 你们选吧 决定好给我消息 我直接离开了派出所 一周后 赵静联系了我 他同意做亲子鉴定 但是做亲子鉴定之前 赵静约我在咖啡厅见面 小宝 不是李同的儿子 是李同的弟弟 又好 我果然没猜错 那你为什么要做鉴定 我搅着咖啡问他 如果我不同意做这个鉴定 那老两口 尤其是李同爸爸 会不会缠着你一辈子 我看着他不说话 赵静继续说道 你知道被缠上有多麻烦 我这也算舍己为你了 你是不是也能拿点诚意出来呢 我私存一番 开口问他什么条件 李同给过我一些钱 这个你知道 不在你追回去的那些种 这些钱 你不能再以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的名义追回去 就这样 我笑了 果然还是高看他了 我答应你了 我起身离开 赵静在我背后 喊着你说话算话 我说话当然算话 那也得看个谁啊 还有 我能拿捏你的 可不止这一点啊 蠢货 亲子监定结果很快出来了 小宝是李同的弟弟 把李同妈妈 见到这个结果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赵静也把孩子 往李同爸爸怀里一塞 转身跑了 跑得飞快 李同爸爸抱着孩子 看着晕过去的老妻 又看看我不知所措 我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 公公你看看你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整出私生子 私生子的妈 还是我老公的情人 我老公前几天还刚死了 你竟然还想把这个孩子 婆婆都快死了呀 你要看着婆婆 被你气死才开心嘛 我喊得更欢快了 来人啊 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也不知道 我这两嗓子 雷猛了多少人 两个工作人员 悄悄探讨你猜 是她老公绿了她公公 还是她公公绿了她老公 嗯 看来效果不错 起码我喊得旁人都听明白了 李同妈妈在医院醒来 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大不留心 走到李同爸爸面前 扔圆了胳膊 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嘖嘖 看着手劲 身体应该硬朗着呢 没被气出来的好歹 我赶紧上前安抚 妈 别动气 别动气呀 妈 这小宝 怎么也是李同的弟弟呀 妈 又无诱意激人之用 妈 小宝的教育 还指望着您呢 李同妈妈身体晃了几晃 又轮圆胳膊 伤了李同爸爸一个大嘴巴 好像就更大了 果然怒火会给人无尽的力量 离婚 李同妈妈 恶狠狠地吐出两个字 我看着也没什么热闹可看了 借口公司有事赶紧闪人 每个月靠着退休金过日子 月夜 咱们毕竟曾经也是一家人 你看我现在租房子住 这租金李同的财产 原本应该有我一份的吧 李同爸爸善善地笑着 你去问问李同 如果他知道小宝是你的儿子 愿不愿意留一产给你 李同爸爸满脸通红 抱着小宝离开了 很久以后 我在新闻上看到 警方破获了一宗人口贩卖案 其中有个被解救的孩子 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 卖给人贩子的 那个男人 被胖了十年 我也向法庭提起诉讼 要求赵静返还我婚内 被转移的所有财产 赵静声称早已被挥霍一空 愿意分期付款还债 我冷笑一声 想派出所报案 赵静用他跟别人的孩子 冒充我老公的私生子 企图骗取巨额遗产 警方很快立了案 赵静自然身陷淋雨 某一天 李同妈妈打电话给我 月月 过去的事 是妈对不起你 晃晃是李同唯一的女儿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 我所有财产都留给晃晃 我只有晃晃这一个亲人了 我原本打算拒绝 想了想凭什么呢 本来就应该是晃晃继承了 晃晃改名了 跟我姓高 想了想 还是决定跟他说一声 姓高啊 姓高好 李同妈妈如是说 我挂了电话 去了当初抛洒李同骨灰的地方 李同啊 你年纪轻轻死掉了 你以为的儿子 其实是你弟弟呢 你妈老无所依 你爸跟你的小情人 锒铛入狱 哎 只有我和我的女儿 幸福地生活着呢 你开不开心 高不高兴 我看看远处的夕阳 该去接女儿放学了 回家的路上 我问女儿 我们换个城市生活好不好 晃晃说好呀好呀 只要跟妈你在一起 我在哪里都开心 番外我决定跟我妻子 坦白我的婚外情 因为我有了一个私生子 我有少经症 很难让女人自然怀孕 我跟妻子费尽周折 也只有一个女儿 婚外情却让我有了一个儿子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 但是如果他能原谅我 我会把孩子抱回来 好好的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说完之后 他笑得癫狂 他问我 相不相信报应 他把癌症诊断书 扔到我脸上 我吓坏了 我以为他得了一线癌 我抱着他 让他别害怕 我会陪他走过难关 他直笑着问我 你快死了 我为什么害怕 我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 原来癌症诊断书是我的 医生说 我大概还能活四个月 他再次问我 你相不相信报应 医生说尝试一下治疗 也许能多活一段时间 只是治疗费用昂贵 他说不用了 早死晚死都是要死 我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安排 我跟他说 我希望把我的遗产 平分给两个孩子 我知道这对他不公平 可他还是痛快地同意了 我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 直到有一次昏睡中 听到我爸的声音 他说 你看我们儿子睡得多好 他在跟谁说话 是我妈吗 紧接着 我又听到了赵静的声音 是啊 可惜我们儿子 只能管你叫爷爷了 连生爸爸都不能叫 真可怜 我努力想睁开眼 眼皮却重的 怎么也睁不开 我的意识慢慢涣散 脑海中只有悦悦问我的那句话 他说 你相信报应吗